加油跟乡庭的祝福给他们 签名留言替太平岛驻岛人员打气 立委周三登岛考察 这面加油版成了暖心伴手礼 不能放弃这个任何一寸我们的领土 所以国会不能够做事不管 蓝绿亲民立委登岛 7月20号上午7点20分 从屏东搭西洋三栋运输机飞往太平岛 预计11点抵达 视察正被操演 并考察岛上太阳能光电文化公园 中华电信通信卫星海军气象站等 国家主权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不要用这个任何轻挑的言语来形容 那如果这样形容的话 那过去去登岛考察的人 是不是也是一日游 国会硬起来 要逼蔡政府别再冷眼旁观 根据最新的汪汪中时民调 69%的民众希望积极维护太平岛主权 甚至有37%的民众认为 弃岛就等于卖台 另外6成2民众也支持蔡总统亲自登岛 仅一成的民众担心 如果蔡总统登岛 可能会得罪美国老大哥跟日本好朋友 而且不分蓝绿都有超过6成以上民众 支持总统登太平岛捍卫主权 过半民众都希望蔡总统亲自去一趟太平岛 但府院依旧沉默 继续目前玫瑰化 未来不排除 记者董优俊少女SNG小组台北报道 中天电视 全新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